美国共和党债务上限谈判代表格雷夫斯 5月19日上午与白宫代表举行闭门会议 但会议开始后不久就突然离开 格雷夫斯说白宫谈判代表实在不可理喻 并表示目前谈判处于暂停状态 他不知道双方是否会在周五或周末再次会灭 而18日 众院议长麦卡锡还表示 预计众院下周将审议债务上限协议 这是他迄今对避免违约谈判最积极的看法 此外 众议员斯潘伯格和菲茨·帕特里克提交一项紧急法案 如不通过债务上限 国会就集体停薪 最近几周 市场参与者一直警告称 一旦出现违约 美国借贷成本将出现飙升 股市将受到打击 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能堪比2008年的危机 美国马瑟诸塞州地区检察官近日在一份法庭文件中 公布了五角大楼文件泄密门的更多细节 称泄密者杰克·特谢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故意将机密信息传给全世界150多个用户 与外国公民分享敏感的机密信息 且在泄密前的几个月里就已引起同事的注意 聊天内容显示特谢拉不仅吹嘘自己掌握 及分享了很多机密信息 而且了解这种行为的潜在法律后果 她此前就曾因不遵守使用机密系统的规则 而被同事举报 文件中 一份去年9月15日 空军被网络中写道 特谢拉被发现在一处专门用于处理敏感机密材料的房间内 对机密情报信息进行记录 后被要求不能再以任何形式记录机密情报信息 但大约一个月后 另一份备忘录写道 特谢拉可能无视了9月下达给她的禁令 并再次要求她停止对机密情报信息的任何深入研究 在今年1月 特谢拉同组的同事发现她正在查看与她的主要职责无关的内容 该内容涉及情报 特谢拉定于5月19日出庭 届时 法官将裁定她在等待审判期间 是否应继续留在监狱 目前 她被控犯有两项罪行 保留和传输国防信息与故意保留机密文件 将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 在与由州长德桑蒂斯领导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政府的争执之际 迪士尼5月18日宣布 取消在佛罗里达州投资近9亿美元建设新企业园区的计划 上述投资计划本将使2000名迪士尼员工 搬迁到奥兰多附近诺纳湖的迪士尼综合设施区 此外 迪士尼当天还宣布 关闭位于佛罗里达州主题公园内拥有一百间客房的星球大战主题沉浸式酒店 德桑蒂斯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鉴于公司的财务困境 市值下降和股价下跌 他们重组业务运营并取消不成功的项目也就不足为奇了 消息人士称 德桑蒂斯将于下周正式启动美国总统竞选活动 可能会在5月25日提交参选门间 29日那一周正式宣布参选 地中海地区的9个欧盟成员国能源部长 5月18日同意建立地中海绿色能源枢纽 以加快欧盟实现脱炭能源独立的步伐 这9国包括马尔他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法国 希腊 意大利 葡萄牙 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 在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表示 地中海地区可以成为可再生能源投资中心 通过推动该地区欧盟与非欧盟国家间 海上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互通互联 促进欧洲在绿色能源领域的投资 他们同意优先投资海上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可再生能源至轻等领域 声明说 9国将邀请欧盟委员会 就在地中海地区建设欧盟和非欧盟国家间 绿色能源走廊的可行性展开研究 并优先为该地区的能源互联互通提供资金 我会在地区建设欧盟和非欧盟 revisit 我会在 knoop 旁 Jefferson用 tries上也将强笔